角色的分數也不低 你沒路吧 8.5分 非常之... 千空是不是? 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還可以按鈴鐺 分享給朋友們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抽有什麼角色非常重要 以及為什麼性物這麼重要 這款遊戲 日後的角色會越來越強 所以現階段大家看的攻略 可能都會說 大家記得要先做生物 其實我認為是真的 如果大家打算長玩的話 角色就必須要 生物可以捱到很後 這款最後的克盧迪亞 好了 先說一開始要抽的 其實呢 一開始要抽的生物 大家都看到了 海盜船來說是10分 現在日版來說 仍然在排10分 所以其實是超級大獎 在我們的首抽來說 有就最好 沒有的話 抽到有 無限首抽 除了海盜船之外 還有一個不錯的 就是這個要放大給大家看 9.5分 也是非常好用的 大家記住了 第三個排到後面 也是非常高分的 就是獸寧皇帝 這個也是去到9.5分 大家謹記了 現階段來說 其實這三個聖物 都是超級頂端 也是非常好用的 到後面 即是我們玩下去 也會有用的 所以 如果你說做首抽的話 按道理 理論上就先抽這三個 還有上面的天使的勝利 加上去吧 我看漏了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四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看到後面還能用到的時候 即是我們現在抽到的話 可以玩到後面 當然如果你遇到 不是 我自己短期 短期而已 不會玩那麼久 自己看著吧 但這些是最厲害的了 老實說 從聖物來說 都可以幫助我們 很大的輔助 但人物來說 代替品其實非常多 我們可以看看 現在稱為高分的人物吧 其實現在高分的人物 日後只能去到7.5分 不是說不厲害 都可以用的 對 都可以用的 但要注意 如果人物現在可以用 日後不能用 如果你打算長玩的話 就先抽到聖物吧 亦跟大家去看看 有什麼角色用得 而又非常好用 首抽可以抽到 這款是日本譯成中文 叫古老母 但我們繁榛並不是這樣譯成 我自己有的 我自己用起來覺得蠻好用的 這個大家也要注意 而第二款呢 另外一款我自己也用 也是覺得非常好用的 就是冰塞維亞 冰塞維亞也能去到7.5分 日後是否不能用呢 日後也能用 因為上面一直出生的角色 一定是強勁的 而我們後面 有些更強勁的 但後面的分數已經很低了 如果我們在遲到的 其實是黑梅爾澤 這個可以送的 對 這是可以送的 其他角色基本上都不能用 還有一款其實非常好用的 但在我們首抽之後 推出了慈才會看到的 就是這個羅賓 如果大家抽中羅賓 也要重點培養一下 現在我們首抽 其實有五、六項、七項可以抽 首選一定是這個聖物 那就海盜船吧 跟大家重溫一下 海盜船 其實聖物可以幫助我們加多些技能 我們也可以充足戰力 這遊戲並不是靠人物 另外還有這個聖物 下面有這個聖利 是9.5分 然後是獸靈帝王 獸靈皇帝 也是9.5分 記住 我們可以看看日後有什麼角色 會推出這遊戲也非常特別 有些合作角色 其實分數也非常高 我們可以看看 米琳這遊戲很明顯是 轉身史萊姆的魔王 這遊戲是9.5分 日後合作時 我們會看到 另外還有就是 獅子王子 獅子王子這遊戲是新石技 好像叫的 9.5分 亦非常高 另外 千空 我並不記得新石技的名字 因為我不太熟悉 雖然看過 也有9.5分 直至這遊戲還會有雷姆 期待他的合作 我們要去到9.5分 然後艾米利亞也有9.5分 其實這遊戲做得好的地方 就是他所有合作角色的分數都不低 尼姆路 8.5分 非常高 所以他推出合作時 基本上我們都會抽一波 如果你真的打算繼續玩這遊戲 始終第一件事是 你喜歡這個系列 而他又可以使用的話 我自己覺得非常好 另外這遊戲的難敵 我印象沒有記錯 都是什麼IP 按進去可以看看 聖劍傳說 如果沒有看錯的話 聖劍傳說 大家記得這個 如果想抽一些新角 想等待的話 可以等到合作 不想等到合作 其實上面還有很多很高分的角色 這些應該是未來才推出的 但我覺得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未來推出的時候 再找時間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小作這個角色也是新石技 沒記錯 超級多合作角色是強的 我覺得這遊戲做得好 因為以往合作角色是沒什麼用的 但現在來說 這遊戲的合作角色也有不錯的排位 實用性也相當高 所以日後要留意一下吧 現階段來說 做首抽也是這樣 已經說過了 希望這影片可以讓大家知道 為什麼聖劍這麼重要 影片到此為止 希望這影片能夠幫助大家 如果大家覺得有用 可以分享給你正在玩的朋友 我們下面也會繼續介紹這遊戲的心得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觀看 拜拜 兄弟們 已經看到這裡了 不是不訂閱我的頻道吧 按旁邊的鈴鐺 還按LIKE 最重要是分享給朋友 導他們玩這遊戲吧